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 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洗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洗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天天圈用户特权再升级 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天圈 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 使用微信摇歌曲 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于继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青年演员 李化 欢迎李老师 世纪家园网的特约情感专家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 有怎样的困惑 请看 我们在一起很久了 中间也分过几次手 但是我直到这一次 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我怀念过去 每天工作完回到家 有他在家里的那样的日子 如今一个人回到家 面对着困扰的房子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现在每天拼命唱歌挣钱 也是想 等他于天中回来的话 我能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不相信 会有人比我更爱他 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 把他争取回来 无论如何 我都想让你回到我的身旁 这对情理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男生如此痛彻心扉地 发出这样的呐喊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柏29岁来自山东 职业个体 女嘉宾小静25岁 同样来自山东 职业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看小片的时候 男生说认识了很久 也分分合合了几次 是吧 你们谈恋爱大概有多久 两年多 认识有多久 四年多 怎么从朋友变成了男女朋友 我在大学附近做吉他培训 他一个同学到我那儿去学吉他 有一次他陪同学去我那儿玩 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他了 到后来一直慢慢地 就是约定他一起吃饭 逛街 就是慢慢追求 然后答应过我在一起了 那为什么中间还分过很多回呢 我脾气不太好 我就是说翻脸就翻脸 我一生气就走 但是我一走 他就立马找新的女朋友 然后你就回来 我气消了我就回来了 我一回来他又求我 说跟别人分开了 我们和好 然后我就又跟他和好了 那你们这分合几回啊 数不清了吧 挺平凡的 那就说你有数不清的女朋友 不不不 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吧 我那时候我觉得两个人感情也没有那么深嘛 然后他给我分手了 我当时就想 我可能也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吧 然后就就试着跟别的女生交往 然后刚刚在一起吧 正好他就回来了 我觉得还是放不下 于是我就把身边的女生 然后让他走 然后又重新在一起 咱们是一分开你就有人 我们今天吵架 第二天我朋友就跟我说 看到别人跟他在外面吃饭 有的有的 如果你平时不跟别人一直联系 怎么能一分手就能换人啊 那么快 这算是一回啊 那只是普通朋友在一起 还有二回吗 有 有一次最严重 也是让我算是彻底对他死心 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 我们因为就是他抽烟抽得比较厉害 因为烟灰的事就吵起来了 吵得比较厉害 然后我就走了 我们分开有一个多星期 中间他也一直给我打过电话 说要和好 我气消了也挺好 但是我一回来 一进家门我有钥匙 屋子里就有很多别人的东西 还有那个鞋也在那放 然后当时就疯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承认错误了 你也太过分了 当时你也原谅我了 现在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吗 我们到后来其实和好了以后 最近这一年 我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不不 我接着问一下 刚才说到了 经历的那次事件之后 他有一年 你们没有分过手是吧 我听得对吗 这一年也经常吵 经常分 但是不会因为那种原因了 只是我们这一年分手之后 他没有找其他人 那这就是现在为什么闹呢 前段时间他跟我回家 去见我父母了 但是我父母 尤其我母亲特别看不上他 为什么呀 因为他太小气了 你要说这个小气呢 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当时你妈妈让我出去买水 我觉得口渴嘛 我就买上几瓶春秋水的 到后来你回头跟我说 叫你买水 你真买水 你不知道买几瓶饮料 买几瓶果汁 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这也是反而也成我小气了 不光是一个事好吧 你去我家买东西 你也没买过什么大件啊 她没会儿去超市 也不是说就说现实 就是想我没钱呗 你觉得 这就是一个 我当时现在我 我没办法再说什么了 我确实我现在 我属于创业阶段吧 我没有太多钱 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能够 在你过上一般人的生活 是没问题的 我问问啊 怎么去超市就发现了呢 去超市买东西 我妈想再给我买点酸奶 因为当时我在场 她没在场 都是她妈给她说的 当时呢去超市买菜买馒头 就是买需要做饭用的东西 当时已经提了很多东西了 然后当时她妈说一句 咱买箱酸奶吧 说她喜欢喝酸奶 我当时我想了 咱出来买菜 急着回去做饭就行了 你说固女又不是三岁小的 喜欢喝酸奶 我断门再给她 就是再买箱酸奶 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嘛 于是我就说 家里可能还有吧 现在不用买了 这件事情 我觉得太无辜了 这是我没往心里去酸奶嘛 咱们晚上出来逛街的时候 也可以买 再说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每次逛逛时 哪一次大果粒酸奶 没有给你买过 对吧 我不就喝个大果粒吗 你要在不过买 你太过分了吧 我自己也能买好吧 而且我妈生气的不是这个 老人家让你干点什么 你就干呀 你跟她呛呛什么呀 在我家当着我爸妈的面 还指挥我 让我去刷碗 自己吃完饭 跟个爷爷似的往那一坐 咱们都吃完饭了以后 我去这里家 你说是你妈刷碗 然后我去你家了 难道咱们坐着 让你妈去刷碗 我就说你就把碗刷了 我说了这个 感觉就是我支持你了 那你怎么不自己刷呢 我一个大老爷们去你家 我还要去刷碗 那样你又好看吧 我们本来都是 你不做饭还不能刷个碗吧 你装一装也行 让我妈看看 我是不是爱装的人 你还不知道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什么时候 为了一件事情 特别装过 你是真不装 好好好 这事听明白了 现在分开有多久了 四个月了吧 今天你要来上节目的 对吧 对 我就是 因为我们说 我们之前分手过很多次 然后呢 这一次也不是怎么地了 就是不接电话 就是不和好了 现在是交新男朋友了吗 还没有 只是我家里给我安排相亲 你妈妈明知道 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也知道咱们已经在一起了 她竟然能够说是 让咱俩分开以后 让你立马去接受 别的男生的追求 咱俩分开四个月了 而且之前你出鬼国好不好 但是你知道 我心里面是真正疼爱你的 我是会保护你 你疼我还疼别人 我就是受不了你这个 但是你说 如果说在那件事 放过来说的话 我当时你给我分手了 我给别人在一起了 你回来说我还是跟你在一起 说为什么呢 我更爱你 好嘛你这逻辑 你的意思是说 她现在可以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只要你回去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感情 也没到现在这么长时间 时间长了 自然感情更深了 你这四个月 没有其他的女人去那儿吧 没有 确实吗 确实 你确定吗 我才不信呢 我现在这个事情 我自己都觉得很 因为之前出现那一次事情 到后来 我今天不提这种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确实这种事情 我理亏 之前我有过这种错误 那你这四个月为了挽回她 你做过什么努力呢兄弟 我只要闲上来 我就一遍遍打你电话 你即使不接 你知道我打过多少遍 你早为什么不打呢 你现在才开始打 中间有一次你也接了 早晨打电话通了 到了晚上 我没有再给你打第二个电话 你就说 看来我对你也是可有可恶 我那天从中午到晚上 一直有活动 很晚时间多 我觉得不用给你打电话了吧 那样的话 你就说我不在乎你了 除了给她打电话之外 你还做什么了 我自己知道 未来丈母娘 就是觉得我的工作也好 我现在的情况也好 经济方面不是特别好 我现在说实话 在街头唱歌 我都快三十的人了 我站到街头上唱歌 其实是非常挑战自己的 就是这种尊严 我就为多挣一点钱 对 那没什么 我问的是 她跟你分手这四个月 你为她做了什么 你跟我在那儿说 你自己多苦干嘛呀 我就说我自己 你做什么了为她 努力提高自己 不是 你这四个月 做什么了为她 除了打电话之外 有吗 我当时说过很多次 我去找你 她说你别来 你来了我也不会见你的 你就没找 你还做什么了 你还做什么了呀 难受吗 你难受 这些我家里 也给我再介绍对象 我当时我跟我妈说 我没有分手 如果说我要是 就是真的放下你的话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接受 在家里的相亲安排什么的 你之前看上她什么了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她会唱歌还会弹琴 然后其实也挺温柔 挺体贴的 一开始都很好 我再问你啊 她离开你你难受吗 难受 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看墙上有她贴过贴话 有时候我知道 我有时候脾气非常大 我一旦想起 因为我对你发火 让你受伪象的 我自己心里 其实非常痛苦的 我就后悔 我曾经让你因为 跟我在一起 你受了委屈 不是不是 你说 你做了什么你告诉我 我说我哭你信吗 一个大男人自己在房间里面 哭得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 就是那种事 你根本就 你没法体会 有人说 不是因为一个人 就是孤单的寂寞 是因为想一个人才寂寞 这种感觉 哭得很厉害 对 有时候听见一句歌词 一路从宁静走到平静 习惯从彼此眼上找冷气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也不想今天你站在我面前 你还会对我这种表情 这种态度 咱们过去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我们不管吵多大 可能因为 我这辈子第一次跟男人递指惊 咱们俩的感情 不是这一次段的 是你之前一次一次的 只是我不说而已 但是蹲过那件事之后 我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了 之所以上一次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 既然已经下定决心 包括了你为什么还 就还跟我在一起呢 那时候如果说 这一定够肥肉的 我不会到今天呢 哎呀 不哭了不哭了 没事 我们这儿没人会说歌词 其实我着实放不下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至少我能保证 我以后会对你好 会心疼你 但是我就担心 如果说我把你当宝 你碰到一个对你不好的男人 我觉得那样我更心痛 没事 没事 如果你遇到一个 我看到缺人的宝 对你好男人 我可以放手 我无所谓 没问题 没问题 听明白了啊 这男生已经 这个爱得有点忘我了 是吧 我没法对付这样的人 你们四位来吧 来 求比特问卷 听完之后 其实坐在这里面也带着纠结 你满肚子的牢骚 委屈 你难受了 但是想一想 是什么造就你今天这个状态 女朋友分手了 就找第二个女人 其实都是你的失控和宣泄 今天你口口声声地去喜欢她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喜欢 是比较而来的 比了半天 哎 还是这个好 另外一个我看到 最近经济情况不太好了吧 对 你的压力更大了吧 然后这个至少 跟你相伴了多年的人 至少还能给你点安慰感吧 在心理上 有点像妈妈那样的感觉吧 终于能在内心里得到一点慰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非常担心 你的这一份情感表达又出错了 就像刚才 你语无伦似的描述着各种细节 你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我希望你能回归到最初的状态 自信地唱着歌 优雅地表达着你自己的时候 你再问问自己 这个前女友 是不是你真心喜欢的 而不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到今天这里面去找慰藉的 好 谢谢 其实老师 你说的一句话 特别真是触动我了 我始终吧 我自己心里面 我没有对你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爱情属于 救命稻草式的爱情 因为在最早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在学校里面 那时候你不太喜欢 就是回到宿舍 或者说跟同学在一起玩 我那时候可以带着你 我们两个人有时候分手 或者说是闹矛盾 每次你都回来 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面 都会有一些现实的因素的 兄弟 那叫成人之威 那不叫成人之威 什么意思 我是因为不想回宿舍之后 才在你那儿借宿吗 来来来来 不吵了 听听老师怎么说吧 来来来 四个字欲哭无泪 说实话我不太想跟你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说什么 你也不会听得进去 在我的眼里 你刚才语无伦次地表达 不能证明你是什么 你看不清楚自己 我觉得你有点不接地气 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怕别人不了解你 你总是在不停地说 我是怎么怎么样 我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说的每一个点 我觉得都不是准确的 但就你们的感情来说 就出轨这一项 我觉得女孩就可以判你死刑 我先问个问题 你怎么到街面上去弹琴去了 你是应该是开琴行的 是吗 我在前两年开过 然后去年的时候 自己注册了一个传播公司 做点媒体广告 然后也做点乐器培训 也做点青年演出 去接触唱歌 我觉得只要唱得好 会有人买单的 于是我觉得这能增加 我自己的一部分收入 就为了增加更多的收入 对 现在公司状况不好是吧 对 那个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女方做了哪些帮助你的行为啊 就是在我工作不顺心回到家的时候 尽量的不再让我生气 我帮你说吧 不要酝酿你的情感了 资料上分明在写 写给你拖 饭送到你的嘴边 但你做了什么呀 每一次吵架分手 你迅速地找了另外一个女孩 她回来了 一脚把另外的女孩踢开 你图什么呀 你是爱她吗 还是爱她能给你的这份呵护 你现在为什么要来找她呢 觉得没有她生活的狼狈吧 老师我可以就是把这个事情 所谓的就是纠正一下吗 就是说我回到家以后 给我脱鞋伺服我 这也是事实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做饭都是我的事情 比如说 你说错了 你恰恰你的一句话 说中了你的内心深处的问题 你分明说到 我们之间的爱情 是救命稻草式的爱情 你只有在走投无路 穷困潦倒的时候 你才能想到她对你的爱 你才能想起那份 她对你的付出 你把她其实在潜意识里 当成了妈妈 只有自己的亲妈 才能对自己的孩子 毫无保留 不求回报的爱 但是不好意思 她不是 对 她是你应该去爱的 非常爱我的妈妈 你觉得你这种解释 有意义吗 一些可能就是 不是特别跟我现在的 这个情况符合 好 如果说你现在事业有成 你来找这位女孩 我丝毫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我知道你这会儿是真是念她的好 你是浪子回头了 你要重新爱她了 但是不好意思 现在你的处境让我无法 能够相信你 我现在我就是 我作为一个从县城长大的孩子 我让我现在我爸妈家里面已经肯出钱 就是从我生活的城市里面 给我买一套房子 至少把这个首付款都完全能够全部支持我 你欠人的情太多了 你不光欠她的 你还欠你父母的 他们经济条件不好吧 他们还要出钱为你在县城里头买房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在玩弄她的感情 在玩弄别的女孩的感情 你在做什么呀 不好意思 我不看中你们俩之间的恋情 这是玩弄感情的事情 你怎么到现在还一直在解释呢 咱俩之间我有错 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 你没有认识 不跟他吵 来 涂老师 这位先生 刚才在台上的所有表现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种直觉 有点做作 我们很少看到舞台上 一个人会这么激动 尤其是个男人 我们都在笑 他一直在哭 为什么 他被他自己感动 我发现你这人身上把 有一个很大的标签 形式主义 比如说 你那不停地做 慷慨激昂 口若悬河 口才比我好上一万倍 第二 是你的手 那个手势 形式感 然后第三就是你的眼泪 在生活当中 你也是形式主义 第一 你眼高手低 你说你要创事业 没有看到你为事业 真正的付出什么 或者获得什么成绩 第二 你口口声声说 你喜欢他 你也是形式主义 为什么呢 你说你洗个碗吧 你让他去洗 你自己不会动手洗吗 你说你在房间里面 你看到他的贴话 你都哭了 但你没干什么 心疼他的事啊 事实上是 别人的生活当中 一直照顾你啊 给你脱鞋脱腕 给你暖脚啊 你没做什么呀 你说的你好像 很爱他一样 但事实上 你一边在痛哭流涕的同时 一边在找别的女人 是吧 你一边那么慷慨激昂 让人别 别说自己的曾经的破事的时候 你在生活当中 一度的颓废 等待 你也没干什么实事 所以说你这人 嘴在动 泪在流 手在扬 但事实上 你没有一件做了 你嘴没到 心没到 手也没到 你就是个形式主义 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把它全扯下来的话 一句话 你为这个女人做过什么 你除了为她流眼泪 为她唱过歌 为她通过一些所谓的浪漫情怀 你为她正儿八经 扎扎实实地干过什么 女生在最开始 恰恰是被她所谓的文艺细胞 所打动 给你唱个小曲啊 是吧 然后给你一点温柔啊 对不对 但这个东西不能当日子来过 不能当饭吃的 事实上落实在生活当中之后 你就发现她一点都不适用 所以呢 我就是对你一个建议 她被自己感动了就算了 你可千万不要被她 所谓的浪漫情怀再打动 日子还得踏踏实实过了 好吧 就这样 行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姑娘亲手就可以了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两 算了吧 我们别再这样 彼此纠缠了 我真的是 很烦 也很累了 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你还没有 真的看清楚你自己 我的一些表现 我支持的那样做 因为我觉得在你面前 你能理解我 你说过 我不会对你狠下心来 你说对了 但是 有没有发现 你做什么事 总是不在节奏上 你在跟人沟通的时候 你老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给女生吧 男生我觉得她够强大 不需要帮助 来看一下 看你需不需要 我们再继续为你提供 三种帮助的方式 A是选择现场观众 帮你评判一下 B是听一听第三方的声音 C是再一次地求助爱情导师 我看一下现场观众 现场观众 你想问的是 我该不该再给她一次机会 好嘛 真痴情啊 各位来 女生该给男生又一次机会吗 该选赞成 不该选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百分之百哈 为什么不该给 我觉得这男生 他根本就是没有长大 他就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只会选择性地 收听他最想听的那个部分 我说如果女生 你今天要是再给男生机会的话 不好意思 你是在害别人 你更害是害你自己 谢谢 这一看着我们的老观众啊 语气都是爱保语气 两位交换箱子吧 请关门 请关门 这也是一种爱情的模式 在我们的身边 确实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更多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剩下的时间 给他们自己选择吧 5 4 3 2 1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5 4 3 2 1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面对一段曾经的婚姻 他们能不能继续走在一起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 来 掌声 男嘉宾小陈30岁 来自重庆 自营店主 女嘉宾小丽 26岁 来自湖南 现在待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喜欢她吗 曾经喜欢 我们是一年结的婚 但是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小孩 结婚过后又有了第二个小孩 当时过得也挺幸福 后来她就是随着那个收入的增多了 到后面 因为她就是在外面就已经有了个备胎 13年我们就离婚了 离婚没多久 离婚可能大约有几天时间吧 我跟她打过电话 我也跟她产生错误 但是我跟她说了 她反正我现在说什么话 她都不会相信 离婚之后你们是分开住 还是继续住在一起 离婚之后就是分开了 但是分开有20多天嘛 我就买了车票 我到杭州火车站的时候 看着别的那些小孩 都有妈妈带 挺可爱的 后面我想象 我还是回家去带我小孩 到后面的话 她那天晚上 她就跟我说 她跟那个女的有关系 过后我三天 三夜也没吃过饭 也没喝过水 主事长我先声明一下 就是当时我出轨的事情 确实事物不对 但是我 就是我跟她离婚前 我保证没跟那个女的 有任何关系 这个事情是我错了 但是我错了 但是这个也有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 你心里面也清楚 我们脾气本来 反正也是 三天一晨 本来不合 但是你也不可能说 直接就说 还有一个 但是我跟她是离婚 她就直接跟我离婚了 她老是这个坎过不去 但是我现在因为那小孩的事情 反正我也跟她说了很多好话 还有 叫她或者是复婚她 因为我们毕竟是离婚 但是现在还是住在一起的 允许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吧 对 你们一个是重庆 一个是湖南对吧 对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网上认识的 你们是居住在哪 在重庆还是湖南 现在在重庆 之前在江苏 在江苏的时候 她就做那个砖厂嘛 红砖那种砖厂 她就包工了 你可能说是干工程的 等于一小姑娘就从湖南 给你骗到江苏了 是这么个意思吗 对 然后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 在11年结的婚是吗 对 你当初嫁给她的时候 你家里人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 我爸妈不同意 为什么 觉得她太矮了 小陈你多高 一米五 哦 一米五 你自己会嫌弃她的身高吗 不会 你是想复婚是吧 对 我现在不想复婚 为什么 因为她就一点都不在乎我 对我大吼大叫 但是这个也事实有原因的 打个比方说都是现场的观众 我跟其中的一个女的 不管是她跟我说话 还是我跟她说话 多说两句话 她马上说 我喜欢她 她喜欢我 天天都是这样吵过去吵过来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在你心里你挺在乎她的 对 那现在不愿意复婚是因为她对你不好 还是因为她曾经的花心 就像有一次之前在江苏的时候 她跟那个女的当初我不知道 然后我也生病了 那个女的也生病了 后面是她自己说的 她生病了她就去照顾她 那我生病我躺在床上 她从来都不来看我一眼 我问一下 现在是你强烈想复婚是吧 我今天这个舞台上来也有两点 就是我想第一是想复婚 第二复婚前提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让她的脾气改一改 确实让人受不了 你还提条件 不是提条件 我就是让这些专家帮帮我 她的脾气确实有点暴涨 答很简单的例子 就像是她叫我去街上买个白菜 我去买个小的 她叫我去买大的 那白菜谁不认识啊 就那么大一颗白菜 我去买个大的回来 她说你这个大的太松了 要去买紧的 紧的买回来又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现在我跟她的处境是什么 她叫我做什么 我做爷爷嘛 不做爷爷嘛 都是以一个道理 委屈哈 对的啊 我做什么都是 是在离婚之后 她对你百般挑剔 还是在你出轨之前 就对你百般挑剔 一直都是这样 一颗白菜有那么重要吗 松松紧紧 那个好吃一点 那你就自己去买呗 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去 懒得开车 家里的家务谁做 全是我做 她说我不做家务 对我承认我不做家务 打个比方 她叫我去扫地 我扫了以后 哪怕是我竭 竭竭全力去扫地 她说你没扫干净 她说她要吃葵花子 我就跟她买瓜子 买了的时候 这个味道不行 这个太小 这个太大 真的说的 你没办法接受 真的吗 有那么一点 哦 问个问题哈 你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走呢 是什么让你待在哪儿 第一我就想着 我有两个小孩 第二我就觉得便宜那个女的 志气是吧 以前我刚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是她一分钱都没有 到后来她就稍微好一点了 那个女的就找她 我都这样给她打比方 我说如果你两三千一个月 那个女的还会找你吗 所以你回来其实还有一些不甘心 是吧 对 你不希望你跟她共同打拼的财富 被别人去享受 对 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没财富 现在是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我跟她之间的事情 就是离婚这些事情 还有场里面的所谓所事 还有就是经常打打牌之类的 所以说到现在 几乎都没有了 那你这个没钱了 跟那个女士的离开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好 之前就离开过了 哦 那她对你怎么样 对我很好啊 好 那你 感情这方面我从来没怀疑过 既然都这样就负了呗 但你看她 她就对我不好 你要她怎样你才复婚 我要她就是 以后对我好一点 你对她的要求是 希望她脾气好一点 是吧 对对对 她对我好了 我脾气不就好了吗 是是是 好了老师们看怎么办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门店 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 南方曾经有过外遇 但是南方一直在承认错误 所以南方的委屈是说 我已经承认错了 那么为什么你还耿耿于怀 也认为我cem 吃到尸体 tän口 看把他们的勇敢 还能变成 可对那样 因此不尝射 这部门店 都被我用了 começo的 全部都乾脏了 我还能帮忙 不得 我最后 是 里面 可以 我尥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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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想想孩子,我觉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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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的那一年 你十六,他二十,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所以说与其说你们之间是挽回爱情 其实你们之间是亲情 和这个舞台上的那些动则三个月 一年两年就分开的那些情感来说 你们这十年还能够在一起 简直像一个奇迹 想想这十年发生了蛮多的事 但为什么你们还能够在一起 我想大致有两种原因 第一,真的有爱 有 第二,也有无奈 有吧 有 为什么说有爱呢 如果没有爱 男生不会这么宠着你 台本上说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管有用的没用的 他都给钱让你买 出轨之前对于你的脾气 他也一直是骄纵的 所以说他是爱你的 而你也是爱他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爱他 不会不顾家庭的反对 嫁给他 随着他十年的流浪 但是 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是因为虽然有爱 但更多的是无奈 为什么说有无奈呢 家人反对 没办法 我选择了他 所以我打掉牙只能往肚里吞 我没人去说 我有孩子 没办法 我不能分 而你呢 你也有你的无奈 你是爱他的 但是他脾气太坏 有什么办法 我很无奈 我又离不开他 在不能够忍受他的坏脾气之下 你犯了错出了鬼 甚至这种出鬼也是一种无奈 出了鬼之后再回到这个家庭 其实还是无奈 直到今天你跟主持人在说话的时候 你依然透露着无奈 你说 虽然我想复婚 但我依然希望他能够改变脾气 你们因为有了爱和无奈 所以现在还在一起 但为什么不能正儿八经的复婚 因为你们在爱的同时 在伤害 在无奈的同时 又饱含了不甘心 首先你们两有共同的不甘心事 我们都在一块 在不顾大家反对的情况下 在一起十年 都已经十年了 如果还不在一起 太不值了 第二 家庭反对 我们当初冒着那么大反抗的力量 走在一块 太不值了 第三 我们都共过苦了 难道不能同甘吗 我当初冒着那么多人的反对 我嫁给了他 他倒已出轨了 胜利的果实我不能分享 倒让第三者所掳获 我不甘 还有就是 我有孩子 看上去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都住在一块 却不能成为正式的夫妻 我不甘心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不光是你们有无奈 不光是你们有不甘心 我们所有人都有无奈和不甘心 我们每个人想想生活的这些年 人生有千万种滋味 五味杂陈 但是真正活到最后 就是一种滋味 就是无奈 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有好多事情是我们的遗憾 该实现的梦想没实现 该想做到的事没做到 本不想伤害的人最后伤害了 等等等等这些无奈 但是有些无奈既然无法改变 我们认识到了这种无奈 无法改变 那我们就应该学会坦然了 因为你无法改变 你不坦然有什么用呢 所以当你坦然于自己的无奈 甘心于自己的不甘心 你对于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 也就学会了无所谓 也就应该懂得在十年之后 不要去伤害 应该是去爱 不要不甘心 并多是无奈 坦然于自己的无奈 甘心于自己的不甘心 日子还要接下来往下钩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我一直觉得这个话题 又复杂又简单 简单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 就把它总结了 给自己一个保障嘛 那就是法律承认的婚姻 那是保障 这就是简单 可是如果说复杂呢 它又涉及太多尊严 生活的信条 幸福感 你是愿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还是愿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呢 肯定愿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那就去简单化它好了 接受曾经的一切 和我即将面对的一切 那个时候大概你会觉得 幸福感会强一些 反正它就对我不好 那你就找一个对你好的咯 这不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吗 对吧 有对你好的吗 有过 我都知道有一个 我都知道 但是我相信他的为人 我从来不说这些话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你都不说啊 你是得有多么的爱他 你爱他吗 所以相爱的人才会互相伤害 吵吵闹闹也一辈子 你们自己选吧 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 来 黄金60秒 老婆 我真的错了 以前我出轨的原因 确实是我 我自己的想法 对我们这个家 做出了很大的一个错误 我现在真的错了 我希望你能回来 我会改造我的快乐器的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改 反正如果要说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也做得还不错 我也都原谅你以前那些事啊 但是你那个脾气如果能改的话 我还是会 还是会考虑的 我们一起努力吧 太不错了 太不错了 好了 时间到了 两位交换箱子吧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看看这对曾经夫妻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哎 这世界上面最口不对心的动物就是女人 听这段啊 当初咱俩离婚以后 我其实一直没有回老家 父母也不知道 我只是在亲戚家住了一阵子 我心里一直很难受 舍不得吗 离不开吗 哎呦 看看男生 反正是女生吧 都会被这话打动啊 我真的很爱你 我以前只是不会表达 现在我会了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老婆 还有我爸爸妈妈真的在乎你 把你当成自家人对待 从来没把你看成外人来看 这个打动了你是吧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五百到三千元不等的旅游带经券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来吧 开始 停 恭喜恭喜恭喜 就这一个细节的举动 我们基本上面就可以知道了 这家谁做主 他不说我不说了吗 哦哦哦哦哦 好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何来盼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慢点 慢点慢点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 这一对曾经的夫妻 如何演应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老婆再一次嫁给我吧 你如果愿意给的话 你愿意 愿意 再嫁给你一次吧 来 两位手牵手 找你们的幸福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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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自己认为很苦 别人看起来却很幸福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网友叫简爱 有问题要问图老师 他说我和之前男友异地恋 他总害怕我有追求者会背叛他 所以他老是跟其他女性搞暧昧 甚至在一起 后来我们分手了 分手后他结过婚 现在离婚了 事业也是低潮期 他想要稳定的情感 来做他的坚强的后盾 想要和我重新在一起 希望我给他一次机会 好好对我 好好补偿我 我该相信吗 图老师 他说他男朋友 因为怕他跟别人搞暧昧 所以自己跟别人搞暧昧 这明显逻辑不通吗 这个男生本来就花心 根本不是因为怕他搞暧昧 所以自己才搞暧昧 他说这男生需要他到他身边 是因为他需要感情的坚强后盾 你是抹布啊 要就可以要不要就可以扔吗 所以说我觉得问题本身不是问题 他自己的脑子应该好好看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